第十大第一題目,80後還是沒完沒了,一月底就完,二月開始,農曆新年後還會否繼續80後? 我們就貼中了,2010年的其中一個新聞主點,就是80後社運青年 陳考文是挺傳奇的,由一個直直無名的人出名到雜誌封面 都要把半年前偷拍的照片放出來,好像是政治陰謀 半年未出名,雜誌根就有點奇怪 半年他都已經開始攪社運,不過現在陳考文說,這個是他懷疑半年前影 但是為什麼現在才披露呢?這個又是一個謎團 我覺得更加謎團,他不是藝人被人偷拍這樣的照片,為什麼呢? 當然有人說,他看到他在露台就不要穿得那麼隨便 有沒有搞錯?我自己的家人也不是公眾人物,穿那麼隨便有什麼所謂? 對,穿那麼隨便走出去,現在不犯法 那不是公眾人物?是的 現在變成是,當然不是 不過這件事情,首先譴責傳媒之餘,其實也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不受社運青年要留意的地方 現在如果你已經成為公眾人物的時候,很可能會成為一個注目點 而傳媒會用不同的方式來跟進你這個個案 一跟進,人物的脈絡都列出來了 你爸爸是誰,你媽媽是誰,你爸爸是誰,你媽媽是誰,你媽媽是誰是男人 你弟弟又是誰,全部都有 你的政敵也會做這些事情 然後你讀大學的時候,跟誰拍過拖子,那個人又如何出賣過 你,你又如何出賣過 那些親愛想又出賣過 這個你可以預計的,現在我們已經預計 接下來很快五區公投將會有陸續列出來 無論是陳考文、毓民、陸續這些所謂的臭屎就會被揭出來 我覺得有一點跟我們那時候六十後七十後搞社運的時候 那個環境開始不同了 那時候你可以守秘密,傳媒沒有那麼緊 還有科技沒有那麼快 現在不是吧 那時候屋間住得遠一點,那個長鏡頭也沒有那麼厲害 現在極黑都拍到你,老老實實 差很遠 所以其實八十後社運青年在這一方面 我不知道你不應該呼籲他們謹慎一點 不需要,沒有必要 因為你呼籲他們都是不謹慎的 否則就不是八十後 不是吧,為什麼八十後一定是不謹慎的 八十後是一種特別,好像我們查義范都說 你搞得這些社運的人通常一般都是比較激情的人 再加上一些有組織能力的人 兩者加起來就是perfect match 其實也是的 這個說法在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你絕對體現得到的 他是一個非常激情的人 吸引了一個這麼大的小女孩 有幾個小女孩 你看看國父孫中山的自傳的時候 他吸引了幾個小女孩 毛澤東索斯這麼厲害 有一個這麼厲害的人物 又吸引了很多人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現實 即是逢真是在政治或者社運方面 會活躍參與 他可能人比較激情 激情一點的時候 就會容易吸引到不同的人的 他容易講理想 我假身社運有一個很厲害的理想 我死都未必達至到 吸引到一些人 現在很難得有些人有理想 還不是說錢 最大的理想是賺一億 那些同袖 最大的理想是全香港能夠有公投 全香港能夠有公義 全香港有公義 環保 真是厲害 很大吸引力 所以是否我們應該要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人們不要經常用一些 所謂比較細族的那種道德 那種的枷鎖套在他們身上 那不是的 我覺得是需要的 因為做這些傳媒的人是六壽猴的 哈哈哈哈 而且這些事實上我們都可以明白 我都做過傳媒 這些叫做juicy八卦的東西 才能夠賣到書 現在這麼巧 我覺得陳考文 有可能給很多網民上的討論 都覺得這個女生漂亮 或者覺得性感 標準這麼低 漂亮 性感 所以其實這件事又令到整件事 又好像令到傳媒有那個 追捧的價值 遲早被現代的男丁格爾 性感女神出現 還叫陳考文 現在有兩個 網絡上有兩個女神 一個是陳考文 一個是陳淑莊 兩個姓陳 有兩個女神 那邊有一個叫陳立業 哈哈哈哈 所以其實這件事就是希望 我也是希望寫慣青年的時候 在這方面謹慎一點 也不要被遭人罵病 很容易 特別他們除了激情之外 你看這次和警方的鬥志 特別在納布局示威的時候 綠秀真是贏了 這次在計謀上 防暴警察出來 抬都不用抬一個 只要一出 你就躺地 然後那邊走人 雞之謀 都是僵越腦越辣 只看電視是不夠的 如果這樣說 可能八十後青年 八十後四孕青年 是不是應該試試 找一些六十後做你的智囊 智囊意思就是大家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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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很好好 揍放 ongoing 四孕青年 五十後螢光 八十後螢光 三十後螢光 一下授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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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拶 瞎馬旦